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明镜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德国将军援乌克兰金牛座巡航导弹 资博烧烤降温了 中国AI换脸诈骗横行 安徽男子9秒钟损失245万人民币 北京某设计院连续7个月发低保工资 员工罢工 继英国军援乌克兰600枚暴风影导弹后 法国也军援了法国版的暴风影 就是斯卡普一级巡航导弹 而德国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 将大打加强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 德国媒体报道说 德国议员正在呼吁德国政府 援助乌克兰金牛座 钢筋混凝土或36米厚的土层 它的另一大特点是射程远 英国暴风影导弹射程可达250公里 而德国金牛座的射程可达500公里 如果乌克兰有了这款导弹 再配备F-6战机 乌克兰的打击能力将翻倍提升 届时 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的所有军事目标 都将在乌克兰的打击范围内 克里米亚的俄军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在极端情况下 乌军如果从边境地区发射金牛座导弹 可以直接袭击克里姆林宫 德国的金牛座导弹库存也多 10年前购买了600枚 但德国使用这种高精度制导导弹的需求并不高 所以只有150枚处于运行状态 德国语言认为 这些导弹在乌克兰更能用上派场 爱国者系统在乌克兰展现出巨大的反导能力后 为了更好地对付俄军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美国表示要再援助乌克兰一套NASIMS 德国表示年底前 再援助两套IRST防空系统 目前乌克兰已有八套NASIMS和两套IRST NASIMS和IRST因为具有高拦戒率和高度自动化 深受乌军喜爱 虽然美国与西欧国家并不希望所提供的军援 攻击俄罗斯本土 但送给乌克兰的导弹却越射越远 西方国家一再突破俄罗斯的红线 但俄罗斯并没有什么反制的手段 只好再次拿出核武秀了一下肌肉 据美国之音报道 俄罗斯25日开始 在其亲密盟友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核弹头实际已经起运了 这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首次在其领土之外部署核武器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谴责 但也表示没有看到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的任何迹象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5个月以来 乌军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大量军援下 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 这使不可一世的俄军没有达到原定的战略目标 普京指责美国及其盟友 正在对俄罗斯进行一场扩大的代理人战争 普京在3月25日首次透露 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本月25日正在莫斯科开会的卢卡申科告诉记者 起运核武已经开始了 当被问到核武器是否已经抵达白俄罗斯时 卢卡申科说 有可能 等我回去 我会查一下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 普京也一再发出警告 俄罗斯将使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 战术核武器弹体和弹量都比较小 射程也相对比较短 主要用于在战场上获取战术优势 而战略核武器不仅射程远 而且弹体和弹量都很大 通常是用于打击洲际目标 主要用来摧毁敌方重要的军事目标 基础设施以及人口稠密的大城市 俄罗斯在战术核武器的数量上拥有重大优势 美国认为俄罗斯拥有大约2000枚可以投入实战的战术核弹头 而美国仅有约200枚战术核弹头 其中的一半部署在欧洲 白俄罗斯与三个北约成员国接壤 他们是波兰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这三个国家都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 山东资博烧烤以烤炉小饼加小葱蘸料作为招牌三进套 在五一前后火爆异常 但近期除了老牌店生意还行 整体热度大降 网传视频中说 当地一家烧烤店下午6点就没有顾客上门了 在资博烧烤火爆的时候 一位曾去过资博吃过烧烤的四川顾客告诉记者 最火的是牧羊村 节假日人挺多的 平时去的话 你早点去排队 早上6点半就有人排队了 每天发200个号 反正你去晚了 肯定是排不上号 不过自五月中旬起 网上就开始传出许多视频和照片 显示资博多家烧烤店空无一人 有视频显示 一个自称能同时容纳3000人的露天烧烤大院 疑似已经关门歇夜 也有网传视频显示 当地一家烧烤店的露天用餐区 常常一大牌座位上没有一个顾客 视频拍摄者介绍说 已经下午6点了 仍然没有客人 10天前这个时候可是做得满满的 当地一家老牌烧烤店老板告诉记者 他的店现在还是正常营业 但客流量大减 他说从五一开始 资博一下子开了太多的店乱套了 像这一条街以前就三四家烧烤 现在都九家了 那些跟风的店可惨了 他说因为自己是七八年的老店 还能坚持 但生意基本上就是回到平常了 老顾客居多 资深评论人士蔡慎坤表示 资博烧烤火爆其实是网红经济推动的结果 毕竟资博本身是传统资源型城市 也是老工业城市 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资源跟进 不能让这种网络流量落地生根 烧烤热肯定是昙花一现 中国AI换脸诈骗案频发 即早前一名福建商人10分钟被骗走430万元人民币后 安徽安庆的何先生也接到类似的视频通话 短短9秒钟被骗走了245万元 据大阪新闻报道 4月27日 何先生的微信好友突然发来视频通话 何先生看到好友正在一间会议室内 就在他准备进一步询问时 好友挂断了电话 并表示在会议中有重要事情交代 需要何先生添加QQ沟通 何先生说 视频里边我看到是他的脸 但是他说正在开会不方便通话 随后好友在QQ上告诉何先生 目前有一个项目招标需要周转资金 希望何先生先行帮忙垫付 何先生说 因为打了视频电话又是熟人 我就没多想就转账了 基于对熟人的信任 他立刻让家人将245万元转到对方指定的账户上 直到事后拨打对方电话才得知被骗 报案后 警方通过追踪账号资金流 在第二天抓捕了李猫猫等三名嫌犯 扣押涉案手机26部 但只周回100余万元 这已经不是第一起利用AI换脸技术的诈骗案件 诈骗者运用AI换脸以及拟生技术模仿受害人的好友 以各种理由让受害人转账 据每日经济新闻网报道 4月20日上午 诈骗者利用AI换脸 冒充福州市某科技公司法人代表郭先生的好友 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他 并称 朋友在外地投标 需要公对公账户过账430万元保证金 想借用郭先生公司的账户走账 郭先生就把公司银行账户告诉了对方 随后对方声称已把钱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因是视频聊天 出于对好友的信任 郭先生也没有核实一下钱是否到账 就先后奔两笔 把430万元打给了对方 钱款转账完成后 郭先生给好友发微信 告诉他事情已经办妥 不料好友回复了一个问号 郭先生随即拨打好友电话核实 对方坚称没有这回事 郭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遇到了高科技诈骗 才报了警 中国经济下滑 失业率上升 不少公司裁员 近日中国网络传出消息 央企北京某设计院的几百名员工 连续7个月拿低保工资 许多人难以为吃生计 其中6名设计师声明集体罢工 26日微信公众号设计院迟英说发文称 昨天在群里看到了一个消息 说北京某设计院的设计师 从去年10月至今 夜以继日的工作 却一连7个月拿低保工资 为了核实信息的准确性 这位网友和知情人士加了微信 聊了一个小时 聊天对话显示 设施的设计院与某公司合并成咨询公司 合并之前 公司财务一切还好 但是合并后 公司决策权被咨询公司掌控 控制了公司的资金 意图通过低薪逼这些设计师自己辞职 对话中说 大央企太欺负人了 每个月都是2320 大家伙一点不少干 钱一点没少收 收到的钱瞬间被他们拿走 然后继续骗我们 总经理三个月没露面了 就想让我们扛不住自己走人 劳动仲裁也没用 2320元实际是北京的低保工资 除了所长院长之外 200多人都拿低保工资 合并之前有340人 已经走了100多了 几百人都发低保 最终目的就是裁员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